16号朱世瑜以及21号高师鹏 19号王静兵 13号段宇 风险位者单箭头前锋 29号门阳 上半时的比赛由辽宁沈阳城市率先开球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比赛开始了 各位中国体育直播TV的球迷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体育直播TV 为您带来的2019赛季 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第一阶段第六轮的一场较量 贵州队对阵辽宁沈阳城市 本场比赛是由张宇辰为您带来节奏评述 比赛刚刚开始 贵州队在前场断球 想要发动一次进攻 打一个出其不意的米哈伊洛维奇 赛贤呢米哈伊洛维奇也是随着 主角联陈茂出席了 本场比赛的赛贤新闻发布会 这球是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啊 后方先生的球员 刚刚进入比赛状态啊 还不是很集中 被贵州队的 球员在身后 差点是 获得了一个绝佳的 胜门的机会 先来看比赛刚开始阶段 贵州队的前场在 罚球区线附近的一个任意球 这边刘浩和王选红 两个是站在了皮球前 这个位置对于左右脚的球员啊 相对来说都还可以呃 先来看一下韩震的这个门墙 人墙的这个位置 选择分 封球门的左侧这边 来看看这球谁来法 假动作过后 王选红右脚要打低拼球 这个位置啊 还是稍稍的正了一些 韩震虽然说呃 视线受到了阻碍 但是呢 注意力还是非常的集中 将球没收 比赛刚开始阶段 贵州队的一个任意球 没能够打破场上的竞争局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后场球 韩震 右脚直接给到前场的左路这侧 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双方在中场的争夺 米哈伊洛维奇 投球顶下来之后 和杨健两个人的对抗 但是这球呢 还是出了边线 辽宁沈阳城市的后场球 借球直接给出来 中场这边 米哈伊洛维奇 回敲一下 再选择往前给 这脚转移没能够给好 脚下一钩 停下来之后 依然是身边有很多辽宁沈阳城市的球员 看看这边前场断球下来之后 比赛仍然在继续转到中路 右路这边有大面积的空档 这边王静兵还是没有给 选择交给了身边的高师鹏 再转到右路 这个时候 贵州队的整个防守阵行 已经转向了球队的左路这侧 来看这要转移之后 左路这侧 断雨 皮球是直接出了边线 双方呢 在本赛季的第一次交手当中啊 也就是 这个赛季的第一轮比赛 当时呢 是辽宁沈阳城市 零比输给了贵州队 当时 王选红在比赛的第44分钟 打入了场上的唯一一类进球 而今天的王选红依然是首发登场 双方在上个赛季当中啊 三场比赛 贵州队呢 是取得了 一胜一平一负的这样一个战绩 而在上赛季当中 几名进球的功臣 像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朱世玉 包括 贵州队的一些球员 现在呢 仍然还在流队当中 今天呢 朱世玉也是首发登场 贵州这边的 球权 这球呢 还是没有开出来 王军兵想上前压一下 这球给到了中圈附近的位置 米哈伊洛伊奇还是一个高点 想要去争这球 但是没有拿到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反击 分左路打套边 来看看段宇 边踩这边举棋 应该是有越位在先 再来看一下 慢镜头的回放 这个镜头 拍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在传球的一瞬间 段宇确实处在越位的位置 比较好 直接将球给到前场 中场这边 面对两名防守队员的包夹 顺利的将球交出来之后 来看看这脚转移 左路这边 张梦奇 再传回来 敲到中路 一脚传球 想跑开空档 这球传到了辽宁沈阳城市的球员身边 回传给门将张思鹏 目前呢 这一组的积分情况 武汉三镇呢 十个积分排在第一 第二呢 是依然是十个积分的苏州东武 紧接着是第三名是黑龙江 槟城 凭借着连胜 也已经来到了积分榜第三的位置 然后随后就是本场比赛的贵州队 以及辽宁沈阳城市 北京理工呢 虽然是在上场比赛当中取得了一场胜利 但是依然还是排在本组的最后一名 第一阶段的比赛呢 赛程已经过半 接下来的每场比赛啊 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小组的排名情况 双方在中场附近的争夺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右路大脚蹚过来之后 面对两名防守队员 看看林龙昌能不能将球断下来 皮球还是破坏出了边线 刚刚这次右路突破的是 辽宁沈阳城市的穆扎帕尔穆河塔 这名球员呢 非常的年轻 速度非常的快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辽宁沈阳城市 面对黑龙江 冰城的那场比赛当中啊 几次反击 就是由穆扎帕尔穆河塔 在右路发起的 来看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前场右侧的一个界外球 手炮球直接往罚球去里 给地点没能够拿到 顶出来之后 皮球依然没有出界 来到中场这边 直接一脚踢出了边线 阻止了贵州队的一次反击 一点汗不降 陈旺 刘昊 右路这次 往中路去切 比赛人再继续 看看来到湖顶附近的位置 点球点 这一步没有跟上 还是被韩正将球没收 右路这边直接起高球 往罚球区里给 门阳啊 虽然有这个意识 向前场移动 但是位置却被林龙场卡的 比较死 双方的皮枪当中 这次有身体上的接触 朱世瑜 这边应该是刘昊 再来通过麦头回放来看一下 朱世瑜刚刚这次的滑铲动作 两条腿没有变动 还是有些危险 刚刚的这次产球动作 朱世瑜也领到了 本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张黄牌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后场的一个GY球 孙发波 手包球向前给中场附近的位置 双方投球的正顶 皮球落下来之后来看看这边 贵州队在中场拿球 这脚传球啊 直接是传到了杨健的脚下 左路这侧一脚解围 踢到前场 投球的解围 将球顶住了边线 孙发波GY球往前给 段宇 左脚一垫 给到中路 穆扎帕尔将球卸下来之后 分到右路队友直接45度往罚球区里给 第一点还是没能够拿到 将球踢出了边线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中前场的一次GY球 贵州队这边给到前场 前场的也没能够拿到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选择了回船 门将寒阵在罚球区里 直接一脚往前给 投球的过渡 但是前面应该是门阳 脚下一滑 倒在地上 这边张思鹏 又是一脚直接将球开到中场 中场这边辽宁沈阳城市将球拿到 通过左路的这次进攻 裁判这边有明哨出现手球的情况 刚刚这次是林隆昌的上前封堵 皮球反弹造成了对方的球员手的犯规 后场球快发出来之后 这球质量实在是不高 想要打一个出其不意 往球队的左路这侧去打 但是呢 队友也没有反应过来 皮球的质量也并不好 直接是出了边线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右色的一个界外球 杜军鹏将前往前给 依然是辽宁沈阳城市的界外球 手抛球往前给 来看看底线前有没有抹进去的机会 倒地之后裁判并没有名上 王静斌和王斌两个人之间的意思 直接对话刚刚是 贵州队球门球给出来 前场的左路这一侧 拿到球之后啊 等待队友上前 这一脚选择直接的打门 这个距离有点远 而且前面的视线并不是很好 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想要起脚 又没能够将球给出来 穆扎帕尔 穆荷塔的上前风度 这边 尼哈姆江交回来之后 这球来到发球区里 第一点 米哈伊洛伊奇 看看第二点有没有机会 裁判这边吹上 吹了米哈伊洛伊奇的犯规 反正 提醒队友回头 来这球直接往前给 看看距离够远 前场这边 这次米哈伊洛伊奇 在身后起跳 挣到了这个球 比赛人还在继续 看看辽宁沙阳城市这边 将球转到球队的右路 45度往发球区的后点 给投球 第一点第二点 这球啊 这条打门 是稍稍高出了球门范围 刚刚这条胜门 来自于王静斌 在门前的这次大门 再来看一下 右路这侧45度起球 给过来之后 门阳拿到高点之后 将球顶到门前 王静斌迅速的插上 但是这球呢 并没够把握好机会 贵州队的球门球 张思鹏 右脚直接将球踢过了半场 贵州队向前的一脚解围 踢球是直接出了边线 辽阳沈阳城市这边的 后场一个接外球 比较及 还算比较近 接外球给出来 连续的投球传递 这球贵州队拿到之后 第一时间选择了回传 张思鹏在罚球区里 将球拿到 又是一个大脚 还是选择打球队的右路这侧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 中场将球拿下来之后 这下没能够带好被伊利哈姆江从身后将球断下来 贵州队这边中场拿球之后想要迅速发动反击 这次门阳在身后的铲球虽然是无意的 但是确实是一个犯规的动作 在身后直接放倒了王选宏 主赛判呢也是将球权吹给了贵州队 王选宏这边中场将球往湖顶附近给 低点呢被辽宁水阳城市这边投球解位出来之后 来看看这次的机会 左路这次想往中路去带 王进宾面对三名发表队员 四名交到中路周湖顶附近的位置 已经没有射门的线路了 有些犹豫啊 来看看这是贵州队的反击机会吗 韩正出击之后将球破坏了下来 贵州队这边中场将球给出来 刚刚这波进攻的反击速度打得够快 直接也是找到了主场的米哈伊洛伊奇这一点 而辽宁水阳城市这边门将也是迅速看到了 如果再不出击的话 很有可能就给了米哈伊洛伊奇一个单道机会 来到罚球区外 用身体将刚刚米哈伊洛伊奇的这次进攻呢 给拦了下来 这边韩正直接一脚向球给到前场 踩上了这边的名上 这是林隆昌 捕着自己的面部 跪在球场上 本场比赛的主赛判丁昌 询问一下情况 应该是面部眼睛附近的这个位置啊 刚刚又被撞击到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球权 杨健来发这次的定位球 直接一脚往门前给 第一点 刚刚这一下 江思鹏起跳之后 低下没能够拿住球 再来看一下 拦住之后啊 皮球落地之后 有一个反弹变相的动作 好在张思鹏反应比较及时 及时的上前 将球打住 刚刚在发球区里 这一点 王景斌也在去争抢 和张思鹏两个人在发球区里啊 是有身体上的接触 嗯 taxi 哎呃 这个 特定 这个 对 哦 对 我的 我 我 那 我 后场将球断下来之后 想要迅速的组织反击 这球直接给到了左路这一侧 段宇的速度非常快 往底线附近走 这球汤的大了一点 皮球是出了底线 皮球这边 左路这一侧连续的一脚传球 想要去找米哈伊洛维奇 但是身位被卡的比较死 刘嘉欣刚刚是对米哈伊洛维奇 进行了一个天分阵的防守 抢在米哈伊洛维奇 抢在米哈伊洛维奇之前 直接是将球破坏出了边线 接外球给出来之后 皮球三个人之间没有配合好 被辽宁沈阳城市 在后场将球断下 但是中场的精英 也并不是做得很好 皮球是出了边线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中场的一个接外球 吴军鹏 接外球给出来 这脚停球离自己的身体有点远 伊丽哈姆江直接向球拿来 之后交给米哈伊洛维奇 米哈伊洛维奇看到伊丽哈姆江的跑位 直接是向前的传递 但是面对多名防守队员 伊丽哈姆江没有机会拿到这一次的传球 镜头也是再次给到辽宁沈阳城市的主教练 于明 高师鹏倒在了球场上 贵州队的前场接外球直接给出来 一脚往华球区里给 后点啊 没有人跟上 传球的落点选择的不错 但是 出其不一道 让自己的队友也反应不过来 韩阵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来发球门球 地点 这边有球员倒在球场上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呢 也是一让皮球先出了边线 画面当中看上去好似是有流血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 刚刚这一下 这是林家豪和门阳两个人啊 在起跳过程当中身体上有接触 再来看 看 长波镜头也是一直跟着 对 门羊 全们也是利用这次评价好处理流血的时间 到场边及时的补一下水 看贵兽队刚刚全们的动作和语言 应该是刚刚双方起跳之后 身体接触之后 林家豪的牙齿的部分 应该是有碰到自己的口腔内部 发生了这么一个流血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 这是上半世比赛当中 表演成是这次不错的进球的机会 但是呢 黄建兵没能够把握住 45度给过来之后 镜头再次给回来 撞到了林家豪 但是自己的身上也没有血迹 这游的时候现场的这个转播也是很让人费解 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是林家豪的这个伤势情况处理怎么样 但是镜头呢迟迟就是不给 一直是给着在场上没有任何问题 一直在走着的门羊 贵兽队这边应该是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换人调整 比赛重新恢复之后 现在林家豪应该是还没有到场上来 再来看一下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铁角传球直接是降球传出了第一线 这个时候 贵兽队做出了本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被动换人调整 三号林家豪 林山本队 林山被关下到这边提供的场合作是28号 陈奇 陈奇作为一名中场球员替补登场之后 要来看一下场上球员们的具体站位 因为林家豪之前是打的一个球队的右边后卫的一个角色 比赛恢复进行 贵州队这边张思鹏 球门球给过来 状况投球的争夺 皮球是直接出了边线 现在贵州队明显能够看得出来 在发后场球的时候 落点非常清晰 就是要去找米哈尔洛耶奇 而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也看出了贵州队的这种找高点的前场打法 对于米哈尔洛耶奇的限制也做得不错 贵州队这边后场直接将球给他前场 就又是出了边线 贵州这边的前场接外球 刘浩直接去找米哈尔洛耶奇 胸部停留下来之后 投球在一顶交给队友 马三杰这边交给队友之后 前场横向的盘带 挑回来之后又录这侧 看有没有打门的机会 这要打门 射到球门范围身内 但是寒阵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倒地的一个侧扑 将球是拖出了自己的球门范围 皮球又是出了边线 贵州队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手抛球直接往罚球区里去给 这一下刚刚辽宁史上城市的球员 有拉拽的动作 有犯规的动作 杨健 但是裁判明少之后 其实是攻方有力的一个情况 米哈尔洛耶奇也是测试了 一个进球的机会 再来看一下 这是刚刚 贵州队右路这侧的一次 全球刘浩给到 刘浩在右路这侧拿球之后的一次打门 韩阵这边直接将球给到中场 米哈尔洛耶奇 辽宁史上城市这边 后场将球拿下来之后 迅速的将球转移到球队的右路 左路这侧 这边断雨 这球是出了边线 辽宁这边的交代球 脚下一垫 直接给到身后的段雨 再垫到点球点附近的位置 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看看第二点 将球卸下来之后 罚球去外就要打门 速度和力量并不快 但是在门前被人用投球顶出了边线 依然是辽宁史上城市的前场接外球 手炮球直接往前给 投球落过来 罚球驱离 卸下来之后 这个位置上没有自己的队友 第二点的跟上也有点慢 中场这边 杨健 拿球身后由米哈伊洛伊奇 选择了回船 反正这边在发球区里将球拿到 追自己的队友向前压 这边需要往前提一提 直接一脚给到前场 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中场这边第二点有机会吗 米哈伊洛伊奇拿球之后 将球交给了自己的队友 看看这脚转移给到湖顶附近的位置 裁判这边又是有名哨吹停了比赛 本是一次对洲队非常好的进攻的机会 但是边才这边棋子非常的明显 是有越位的情况 要通过曼金头回方来看一下 通过刚刚的这一瞬间应该是没有问题 伊丽哈姆江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越位 但是这个时候往回跑也已经来不及了 边才在这次判罚没有任何的问题 韩正这边 直接将球给到了左路这次 还是要去打断雨这一路 又到了底线前 这次摆脱看看回传之后 能否转移出来 这脚再往里给 中路没有队友跟上 突如其来的投球 皮球也没能够射证球门放一之内 上半时的比赛也已经进行到了第31分钟 场上的比分目前依然是0比0 贵州队本场比赛当中由于林家豪的受伤 是做出了 被迫做出了一个人调整 来看贵州队的球门球 张思鹏 右路这边 看看谁来接应一下 接连的投球都没能够中到 辽宅水晶城市这边后场将球拿到 贵州队这边中场将球带来之后 直接往里给米哈伊罗埃奇 人高马大交给队友马灿杰之后 中场这边罚球区外的兔施冷剑 这下韩阵第一下没能够拿到 但是皮球的速度也已经被韩阵完全给卸了下来 辽宅水晶城市这边 直接一脚将球给到左路 目前的双方在场上摄政的字幕各是一字 贵州这边选择了回传 张思鹏 一脚给过来 继续向前的一个推进 杨坚这脚解围虽然踢的不够远 但是呢 旁边还有自己的队友 刘嘉欣呢 刚刚也是比较危险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中场的一个界外球 杜均棚 湖顶附近的位置横向的转移 来到左路这一侧 段宇在接应 但是这球选择往湖顶附近给 地点没能够拿到 在盘这边 明少有犯规的动作 将球全是吹给了贵州队 黄金兵 对着这边张思鹏 直接一脚将球给到了前场的中路这边 米哈尔留西将球点下来之后交给了伊利哈姆江 伊利哈姆江 这下传球分的想法很好 但是队友啊 没有完全的理解 张琪呢 是直接奔着阀球区里去跑 伊利哈姆江的动作呢 是一个下意识的转身的传球 直接将球分到了球队的左路这次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表情沈阳城这边后场接球给出来抽啊 双方在中场的中国 贵州队这边中场将球拿到之后 直接一脚给到前场 接连的漏球之后 发球区里 这边韩珍 大小给到前场 走路这次第一点漏过去之后 段宇来看看速度能否起来 放手队员的身位卡的比较紧 这球是要被护出了边线 但是赶在出边线之前 有一次 结尾 双方的犯规次数 贵州队这边有四次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呢 有七次 镜头这边 张萌奇是倒在了球场上 伊利哈姆江在向主带犯示意 刚刚有肘击的情况 贵州队队队一也在场面准备 大家看一下 这一下这个镜头看得比较清楚 刚刚这一下门阳起跳之后 手臂张开 两个人身高上的差距呢 导致刚刚这一下门阳起跳之后啊 应该是左肘左臂这个部位啊 刚刚好就是张萌奇的头部 比赛恢复进行 张萌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贵州队这边来发前程左路这一侧的一个界外球 离角齐并不远 这球应该是要来一个手榴弹 直接往罚球区里去给 这边门前的位置低一点 头球顶下来之后 后点的跟上头球的顶球 顶门啊 这下顶门怎么说呢 看上去像是范佩熙 当年在世界微圣那次里居月龙门 但是顶的稍微偏了一点 球速并不快 而且皮球出了一个弧度 这样对于张思鹏来说 在门前的铺球也并不难 刚刚这次投球呢 来自于莫扎帕尔 莫河塔 伊利哈姆江这边前场拿球 贵州队组织进攻 中场这边 中路的连续的推进 给到右路 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没有队友及时跟上在右路这边 皮球是直接出了底线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球门球 韩珍 一脚直接给到前场的左路这次 接连的漏过去之后 有辽宁沈阳城市的球员 倒地之后 裁判并没有门哨 比赛仍然在继续 贵州队这边一脚解围 找前面的伊利哈姆江 但是球停下来之后 没能够拿到 这个人高法大 确实有的时候 四肢不太灵活 当做完第一个动作之后 紧接着接下来的动作 很难衔接上 贵州队这边的回传 张思鹏直接一脚 将球开到球队的左路这边 皮球又是出了边线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主场的一个界外球 报球给进来 有犯规的动作 裁判就在旁边 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呢 来看一下 并没有要出牌的意思 王斌的这次万规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 前场右路这一侧的一个 任意球 来看看这球 直接往罚球区里给地点 没能够拿到 看有没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伊利哈姆江拿球之后的反击 两个人之间拼速度 伊利哈姆江和 穆扎帕尔摩塔 两个人的速度啊 旗鼓相当 在场上跑的是难舍难分 最终以双方 两个人应声倒地 为结束 让林利哈姆江和 两个人的速度 终以下 两个人的速度 和他相当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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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世瑜来罚这次的脚球 左脚给进来 门田后点这个位置 张思彭直接是高高跃起 将球在空中摘下 直接一脚给到前场 想迅速发动的反击 但是没能够打成 贵手队这边还有机会 跟上来之后 现场三个人的配合 这球还是传到了米扎 米哈伊洛伊奇的脚下 但是要打门没得成功 这下裁判还是没有明哨 比赛人在继续 贵州队的左路这侧 米哈伊洛伊奇还倒在球场上 还是去找米哈伊洛伊奇 看看左路这侧 陈奇上来之后 先往罚球区里去给 被挡了出来 接外球迅速的给出来 地面的传递 伊丽哈姆江起球 往门前给后点位置 有投球的机会 但是这一下还是没能够拿到 刚刚这次投球的机会 是被辽宁史阳城市 这边的段宇 抢先一步 将球破坏了数据 接外球再次给出来 这段时间辽宁史阳城市的 后防线频频受到威胁 你们吃不空 现在不吃了 你们吃不吃了 咱们下还要不吃了 这次 接外球 再次 呢 就 这次 什么 迦宁这边来发候上的 一次接外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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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犯规的动作 裁判的还是明少将球权 推给了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直接一脚将球给到左路这次 还是要去找段宇 这球给的大了一些 就是直接出了边线 现在辽宁沈阳城市的进攻 包括反击 打的都非常的简单 就是后场直接给球 就是去找段宇 往左路一给段宇就 直接马力前开向前跑 裁判刚刚在已经明少情况下贵州队的后场定位球 而王建宾一些动作让主菜判定超觉得不是特别的友好 贵州队这边 方蒙奇选择了鹏船 鹏船之后再给回来 再给 直接一脚往前给 比哈伊罗西这一点 第一点没能拿到 但是伊利哈姆江启动了 能将寒震 还是抢在伊利哈姆江拿到皮球之前 将球没收 守护球给出来之后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想要在右路发动进攻 直接一脚给到前场 中路这边 门阳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贵州队后场将球断下来 转移到球队的右路这一侧 马赛杰的回传 门将张思鹏一脚直接给到前场的右路 接连的倒地 这时候才翻名上 再来看一下 第二次这一下 林龙昌上了产段 两个人都没有碰到皮球 但是确实是绊倒了辽宁水晶城市的队员 这样辽宁水晶城市呢 在上半时比赛的第44分钟 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这边由杨健来主罚 距离呢稍微有点远 角度呢比较正一些 杨健右脚直接往里给 皮球啊都没能够顶到 直接是被张思鹏在门前将球抱住 张思鹏 守抗球给过来 张风起 横传 转移到球队的左路这边 多少有点玩火的意思 利利哈姆江 再给回来 右路这侧 这一脚居然传了过来 可过来之后马三杰 再敲到中路 这边的鸣上 刚刚贵州队的这波进攻啊 伊利哈姆江总是能 用一些让人出其不意的方式和动作完成传球 主赛犯这边呢 刚刚是给王冰一张黄 上半场比赛五十两分钟 在辽宁沈阳城市 这次的快速反击的过程当中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次门动作的回放 王冰这次身后的产端 膝盖的这个位置 想要去右腿的想要上前去进行一个产端动作 但是膝盖处于一个弯曲的一个状态 膝盖呢 也是直接顶到了朱世玉的右腿的后侧的位置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对一迅速的上来 对朱世玉的上市进行一个处理 如果这个位置有旧伤的话 膝盖顶这一下还是 对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此前没有旧伤的话 应该只是肌肉的这个部位啊 被膝盖顶一下 会有短时间的一个疼痛不适的情况出现 看样子处理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杨倩来发这次的任意球 扣上这边 上庭捕食的时间呢 还剩下半分钟 由于刚刚的这次比赛中断呢 主裁判应该还会适当的去延长上庭捕食的时间 贵州队的球门球 张思鹏 右脚直接往前给 前场的争夺 二点的机会 这次倒钩的传递 杨倩 在发球区前将球解围 但并没有踢远 米哈伊罗维奇右路这边 拿球想要往里抹 这个人高马大球汤的离自己身体也远 杨倩直接将球断下 辽宁水尚城市这边的前场界外球 金海球给出来 主裁判呢 还是没有名上 来看看这边 平衡的又是出了边线 这个时候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冰超 吹响了上半时比赛结束的哨声 经过 上半时比赛 比分依然是0比0 我们中场稍事休息一下 与您再来关注 双方在下半时比赛当中的较量